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之爱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放逐着我们这美好的一天 请让你的声音 就如我心管理话语 传辞 提出去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明白 而且更认识你 而且我把以下的时间 交通在你手中 看顾着我们的这一天 跟我们所说的话语 可以激励 每一个的声音 而且看顾着每个脚步 在我们所做的事 我把所有东西 的祈求 放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奉生命祈求 那也没爱祈求 弟兄姐妹早 今天我想分享 想跟你们说的是 蒙福 我的主题是蒙福 在下详请永成帝兄 帮我阅读 马太福音五章 三节到五节 直接帝兄 马太福音五章 第三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东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固 谢谢弟兄 在这我所说的第一大点是 虚心的人有福了 在那之前 当我进入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之前 我想跟你们说 分享的是 你们怎样看到这个福字呢 这福字对于我本身来说 有可能是一个 在平时里是一个祝福 一个喜乐 一个好运的历史 可是在念念观点 在洞池里 在古代的时候 就好像万福里这样 这样的鞠躬也是一个福字啊 所以 照我们华人传统来说 这个是 一个吉祥吉利的预兆的 美书也是 在 这 我们也明白到 新年也在我们附近了 而且红色呢 红色的灯笼 红色的颜色 在唐朝的时候 就已经成吉利了 在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规划了 红色 成一个吉利的标子 所以 我在这里想跟你们说的 这个福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福 我们所理解的福 是在圣经里的 教导的福 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 而且 我所说的福 是希望我可以 规划给你们 明白 华人的福 的差异 是在哪里 因为我本身是个华人 有可能有一个日本的英文名 可是我本身是一个 来自广东省朝安 因为我祖先是来自那里的 我父 我的祖先 所以我也是算中国人 可是我本身在新加坡 所以 在这第一大典里 虚心的人有福了 这福 在原文的意思是属神的 是一种内中残忍秘密的喜乐 完全不受生命的欲变迁 而更衣喜乐 世界的快乐 会失去财产的更衣 健康的丧失 计划的失败 雄心的破碎 都能把快乐夺去 所以我们所明白的虚心的人有福了 就是我们在Longing Spirit 就是说虚心意为 义端平凡 义直 凌理的贫穷 一无所有 谦卑无助 完全信靠上帝的人 这种人自知 在道德力量上 贫穷 在真理自知上 都是很可慕 神的教导 跟话语 跟圣神带领的 真的 在我们把自己的心 可慕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本身就会追随了神的角度 追随他 不代表跟得上 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跟随着他的角度是 因为我们想要可慕他 仰望他 和他的教导 而且我们喜爱 聆听他的教导和话语 在我们生命中 慢慢的砸根 比如说 什么叫虚心 什么叫可慕呢 这一点 我要想跟你们 拉长一些 就是说 在我们 在 我们还没去 礼拜堂 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可慕 我们很积极 我们就想过 明天礼拜堂 想要到 我会 领续要什么信息呢 所以在这个班里 我们就会把我们时间 调节一下 就是说 把我们自己 不要晚归 在家里 早点休息 而且 准备自己的心 明天到教堂的时候 到会的时候 不要迟到 而且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收他们的话语 而且我们还去挖个 可慕行 在 在事工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本身 我做的每件事 都是荣耀行的 可慕他的教导跟跨域 假如我们是拖着脚去行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宣交 还是什么 在河沫 那个程式是不什么正确的 因为我们是拖着脚步去 阳光神 去 去渴墓 他 当一个人有渴墓的心的时候 他就很像在沙漠里 走了一段时间很久了 很渴墓 他的水 那水有可能是 像 河边的水 还是腹部的水 还是背中的水 可是 你就是有渴墓的心 想要喝到这个水 所以我们走到那里 看到这个渴墓的心 就很渴墓了他教导 而且在教会服事中呢 这个渴墓也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渴墓的 我们也越去越来越神 会把他的圣灵 到我们渴墓的时候 神 就临他的灵到我们所中 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我这一段就是说 虚心的人有过的 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所明白的 因为 在这里 他灵来接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神灵 就会慢慢的 扩大 扩张 而且当我们需求他先 他 我们的神 灵 就会 辅助我们 而且 也有可能 他让我们 所做的事 有全部的行为 要他的 所以我希望 虚心的人有福人 所以我希望 如果是他们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 用在可牧 他的话语 跟教导 而且一支可牧 他每天都要进我们的祷告 我们所服事的方位 所做的每件事 都先祷告先吧 这一点是完全不可否认的 所以在第二点里 我想说 我爱动的人有福人 对我来说 新年 说爱动的人有福人 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因为这个爱动 有很多方向可以解释 我经常解释的这个爱动 就好像看到红色这样 新年 是喜乐 可是在那方面 假如我看到 好像在邻国那里有战争 红色的雪 好像 你觉得是 有福人吗 还是新年的红色 是代表有福人 还是在耶路撒尾那里 现在进来的战争 日本人被杀害了 那种叫有福人吗 这里 的规划跟看法 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了 可是问题是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有福人 有福人 爱动的人 有福人 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这里 爱动的意思就是 防卫世上的坚能 与他自己的居饿 和心碎的人 有福人 圣经中 我们常看到 这种 悔罪的路上 比如说 上 圣殿 祷告的 御师 说这 凶手 神啊 开恩可领我 这个罪人 乌加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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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爱动吗 你会 因为了这些 而拖着你的脚步 不敢去做 你该做的 而恢复正常的生活嗎 还是 甚至无法 還是无法 踏出这个痛苦中 一直在陷入上去的痛苦中呢 因为 这个就是 所说的 人之道之 一时觉得伤心难过 罪却仍然追随着他 就追随着我们 我们知道了 为这件事情 让他心里不安 当我们畏聚在主面前 爱动的时候 他赦免我们 洗净我们 和安慰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动 带到主面前 让主允许我们 许我们爱动的人 要得安慰 因为他的恩典能力 他的话语 要安慰我们 这是神所依许的 爱动的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所知道的 在这爱动里 我们每个人可以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人 可是我们用这个 很简单的比例 就是说 从一到十的 十是很痛苦的 一是比较普通的痛苦 假如在这里 一个人达到家人的时期 如果是七八级的苦 心的痛苦的话 那这个是会造成一些伤害的 所以我们本身就要去 扬望神 去求他的辅助 而去聆听他的话语 来接近我们的心 来安慰我们 而且我们有时候 也是会觉得 跟他 为什么有这样多事情会发生呢 跟他 为什么这种 遭遇会遇到我们 身边最爱人的生命之中呢 还是跟他 为什么会失去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互相扶持彼此 在这个经理中 我们会学习到 就很像 亚伯拉木西 大卫 约伯宝的经理一样 有不同的经理给不同的人 所以这个经理是我们的 生命见证 阿隆耀神 我们只要能听他的话语的话 他就会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们 而且让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完成在他大人的手中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 我们的神 他是万有的 主宰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在这里 我请求说 所有我面对那些伤痛 失去他们所有喜爱的 还是任何东西 让他们爱动他们去寻找神 请求他 让他的话语解禁他们的心 让他的话语带给他们真正的帮忙 他所做的每件事 他都会带你这 这是第二点 爱动的人有福 然后第三点 想说的就是温柔为人有福 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福 有太多种了 所以今天我所说的这三个福 是需要你们可以理解多一些 而且我们可以用彼此的地脑法 来看彼此的立场 温柔的人有福 温柔意为 凡在适当的时候发怒 在不适当的时候 从不发怒的人有福 温柔的人 从不抱怨 不争温柔 因此说到不合理 不公道 和种种难受的事 却难不生 怨恨和报复之心 是福 是福 温柔的人 对二人也宽容 是以得抱怨的好心 以柔和的话回答愤怒的言语 正经人说的十五章一节 这温柔是基督化的一种美德 是圣灵所结果子的一种 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对神的标准是这么高 这么深 这么过 这么大 我们要学起这个温柔 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个人一辈子都学不到 他的百分之十 二十 三十 可是我们就是要学这一点 温柔 温柔可以比喻说 他就有一个 古教室的海绵底 他点了一种很温柔的感觉 却不容易使他拆毁 他不会伤人 也不容易被人被伤 他可以忍受很重的压力 懂吗 很重压力 但不容易压水 也不容易压便 这是圣经所说温柔的意思 基督是当谦卑温柔 绝不像俱饿 这一点很重要 却不像有虚乐与错误 虚浮 所以到我们温柔当中 我们也来到我们所面对的 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所做的 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不正确的事 我们就要战略的文 战略的主 来给他们说明 说清楚 我们不能用一个 以表我们无温柔的 让他们所做的事 一错再错 假如是错的事 所以我们印良战略文 表达 让他们说清楚 这个无温柔是有能力的 因为是来自神的 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活之之一 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活之之一 以为两个字组成 亦是为君子丰富的待人接物 这颗圣灵果池非常难解 但不是人可与天涯 强人观色 待机或四面讨好 八面玲珑中获得的 乃信徒内在 内在很重要 那我们需要去练习 因为这个温柔是 乃信徒内在 圣灵因恒主灵修 而产生圣灵性格的自然表现 这颗我是觉得好 信徒彰显耶稣的荣美 无形中 就会吸引很多人来信主 这个温柔是很不一样的 很确实 很有风格 它会慢慢的展现十二荣耀 就好像我们去撒走 这个是我们生命 应当活出来的本质 的身份 的榜样 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们 来学习 所以好像我本身 需要跟你们分享在这一点 好像很多人在外面做生意做到很好 可是问题是家中就有一点混乱 而且有时候孩子也顾不了 他们需要人来看股 可是 在那之前 有可能 在塑造中 他们本身最好的 帮助那些孩子 就是他们本身的榜样了 因为孩子在 在三岁之前 前一岁里 就会慢慢的学习到 她父亲母亲 她的婆婆月 所作所为 而慢慢的 纳入她的道德观 她思想 在前一岁里 三岁 在四岁到八岁中 还是到十岁 有些人 她的部分 那脑部 就慢慢的扩张 成熟起来 而且在那中 就可以让人家 慢慢 让那小孩子 学习更多 人的 举动 更明白 而且 在这三点后 最后一部分 我想跟你说 就是在这头脑里 我们慢慢的成长后 为什么小孩子 在中学 小学的时候 不通呢? 很简单的 有时候 好像有些家人 就会说 你们说了 十多二十次 三十次 为什么还是听不懂 这样也不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听不懂? 很简单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看什么大清楚吧 OK 这个很简单的就是 因为这小孩的头脑 还没有完全的成长到 所以某部分的脑部 还没成长 他们是接受不了 这样多讯息 我们这样表达的 对的做法 是很难的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他有好动 而且比较慢的那些小孩呢? 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脑部 的头长有一些问题 这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很容易的就是 在这个问题当中 他们要服务一些医药物 来让他们的脑筋的血液 可以取透 所以他的脑筋 那个部分 可以醒悟起来 可以领收这些讯息 所以 药物在帮忙 一个小孩的脑部中 那些比较快的还是比较慢 是很重要的 可是这些药物 专人 来 来交代 讲服务 这些药物 因为 假如那些不要服 而且他们有问题 不要服的话 会带来很多 问题 在以后 所以 在今天的讲道中 我们所说的 服 有三点 我们主题是蒙福啊 第一点是 虚心人有福了 我们所迷惯的 就是虚心人知道 我们的 可恶他 要请飞 要去 把他话语 去他教导 把他放锁围 第二点 爱动人有福了 当我们失去了 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人 有一股能力 一股能力 是我们 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不能失去的 在最后一点里 温柔的人有福了 我所 大家所 传递出去的 温柔就是神的荣美 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因为在我们生命中 有可能我们学习不完全部 可是问题是 那是我们应当一定要 一只学习下去 来 能量神 来 变成 他的器皿 一个好见证 来带 对的弟兄姐妹 到家 所以 感谢弟兄姐妹们 我的讲道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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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